民间故事 索命登陆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清末的京城 有一个莲花戏班名声很大 而莲花戏班最出彩的是李雪莲和穆海棠 李雪莲是是班主的女儿 唱青衣 穆海棠是李班主的徒弟 唱小声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李班主看他们情投意合 就做主给他们办了亲事 顺天府城江大人 六十大寿请了莲花戏班来唱戏 李雪莲的身段和唱腔 引得台下众兵客连连叫好 江府城的儿子江剑叶 也被雪莲深深吸引 戏唱完 江剑叶让管家把李雪莲请进书房 向雪莲倾诉爱意 雪莲婉言拒绝了 说自己已经成亲 过了几天 江剑叶带着礼品去看雪莲 想请雪莲去吃饭 穆海棠很生气 和江剑叶理论起来 吹嗓之下 江剑叶顺着楼梯滚落下去 吓人急忙把江剑叶抬回了家 李班主整日坠坠不安 带着礼品登门去赔罪 也被江家的管家赶了出来 京城的达官贵人听说了这件事 也没人再请莲花班去唱戏 这天 穆海棠去街上采买胭脂头油 忽然火急火燎地跑回来 对李班主说 爹 糟了 听说那江剑叶在病床上挣扎了几日 净死了 什么 李班主惊得茶碗掉在地上 说 江剑叶死了 这下糟了 他思索片刻 说 江府城只有这一个儿子 现在死了 江府城并不会放过我们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收拾行装走 西班的人着急忙慌地收拾行李 还没装上马车 从外面闯进一伙人 什么话都没说就一顿打杂 李班主和穆海棠上前阻拦 也被揍了一顿 李班主和穆海棠被打得躺在床上动不了 眼看着西班就要经营不下去了 晚上 江府管家独自来到莲花班 说要和李班主单独谈谈 李雪莲不放心父亲的安危 江管家说 李小姐 我只身前来你怕什么 我只是告诉你爹一个解救莲花班的方法 雪莲一听可以解救莲花班 就答应了 江管家关上门 搬了椅子坐在李班主床前 说 李班主 如今我家公子没了 那可是我们老爷唯一的儿子 如今他虽死于你莲花班之手 但我们老爷人心 说只要你答应李小姐给我家公子殉葬 这件事就过去了 如若不然 别说你们的戏班开不下去 恐怕性命都堪忧啊 李班主说 江管家 这件事重大 莲花班也是我毕生的心血 我想想吧 江管家也没为难他 说 我知道这件事李班主难以抉择 也罢 我就给你一天的时间 后天我们公子出殡 舍谁流水 你考虑清楚 江管家走后 李班主把雪莲和沐海棠叫到床前 说 那江家要雪莲去陪葬 师父遗迟 你们趁着天黑从窗户赶紧逃走吧 雪莲哭着说 爹 咱们一起走 李班主摇摇头说 傻孩子 这楼下定然有江家人把守 我们动静太大只怕会惊动他们 而且就算我能逃走 这些班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就这样舍弃 比我死还难受 你们到安徽去 灰气与京剧有相通出处 定能有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沐海棠 我就这一个女儿 你一定要护好她 快走 雪莲哭着不走 沐海棠给李班主磕了头 拉着雪莲从窗户逃走了 第二天 江管家来接人 李其外外都找不到雪莲 他一怒之下 竟把李班主打死了 雪莲和沐海棠逃到安徽 在一个戏园子里打杂 戏园老板看雪莲和沐海棠身段唱枪都不错 就让他们登台唱戏 一天 一位客人点了他俩唱白蛇传 唱完后 打赏了银子 老板说客人请他们喝杯酒 两人没多想 就跟着老板去了 雪莲和沐海棠谢过客人 端过酒杯一饮而尽 杯子还没放下 顿觉天旋地转 没一会儿 就晕倒了 那个人宁笑着给了戏园老板一袋银子 说 张老板 真是办得不错 我一定在江府城那儿替你多多美言 戏园老板点头哈腰地向那位客人道谢 沐海棠醒来的时候 觉得头疼欲裂 他睁开眼 看见一座新坟 墓碑旁雪莲穿着红色嫁衣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他挣扎着爬向雪莲 却为江府加丁一把按住 江管家对沐海棠说 雪莲小姐已死 我们刚刚给他和少爷办了亲事 现在就要开关破土送他进洞房 待你到这儿是让你死个明白 现在你也看清楚了 雪莲和你师父已死 你也没什么牵挂了 来人啊 把这小子从那边的山崖扔下去 几个家丁把沐海棠连拖带拽拉到山崖旁 一把推了下去 也许是命该绝 沐海棠掉到一棵大树的树棺上 又从树棺上掉下 落在地上 他身体受了点皮外伤 可怜被树枝划了好几道很深的伤口 他顾不上疼 站起身打算爬上山崖旧雪莲 可这山崖百丈高 爬上去谈何容易 沐海棠试了几次都未成功 他十分懊恼 想着只能另寻他路上去了 走到半路 他疲惫不堪 就坐在树下休息 闭着眼睛打盹 不知什么时候 一条小树粗的蟒蛇悄悄缠上沐海棠 把他紧紧乐在树上 沐海棠睁开眼 只觉得喘不上气 他摸到地上一个锋利的石头 朝蟒蛇七寸猛扎几下 那蟒蛇挣扎几下 就是婷婷躺在地上不动了 沐海棠心有余气地看着蟒蛇 思索一会儿 手脚麻利地剥下了蟒蛇的皮 躺在身上 走了两天 沐海棠才找到江剑叶的粉 他手脚并用地扒开 看见雪莲凤冠侠批和江剑叶躺在里面 沐海棠红着眼把雪莲抱出来 只见雪莲面色红润 身体也是软的 沐海棠想 不应该呀 要是死人 早就硬了 他趴在雪莲心口听了一会儿 大喜过望 赶紧去掐雪莲的人钟 不一会儿 雪莲醒了 他看见沐海棠 问 海棠 咱俩是在阴间相遇了吗 沐海棠摇摇头说 别说傻话 咱俩都活着 雪莲疑惑地说 可我记得那江管家让人勒死我 我只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 然后就没有知觉了 沐海棠说 那多半是他只把你乐得暂时窒息了 沐海棠告诉雪莲 他晕了以后发生的事 然后说 雪莲 咱们要给师父报仇 就这样横冲直撞恐怕不行 我想了个计策 你得帮我 雪莲点点头 沐海棠如此之般和雪莲讲了一番 两人扛着蟒蛇皮下山去了 过了一个多月 江府门口来了一个身披蟒皮 满脸刀疤的男人 说要给江府成献宝 管家出来问 你是什么人 献的什么宝 那身披蟒皮的人说 听闻府成大人素日喜爱收藏 我今日特献上西域珍宝 蟒皮登陆 管家没听说过蟒皮登陆 就叫这人进去展示一番 那人进去 点上蟒皮登陆 悠悠的火光透过蟒皮 斑驳的照射在墙上 竟有种朦胧的美感 蟒皮预热后散发出幽微的香气 令人闻之欲醉 江府成爱不是首 让管家给了那人千两名 那人一共给了江府成四盏灯笼 说在房屋四角各点一盏 犹如仙境一般 江府成迫不及待地点上灯笼 又叫来小妾 在朦胧的灯光下 小妾如花似玉的面庞更加勾魂 两人正在床上亲热 突然 小妾大叫一声 嘴里喊着蛇 蛇 管家和家丁听见叫喊 推开门冲进去 只见江府成和小妾赤身裸体 七窍流血 早没了气息 书条蛇还在床上爬来爬去 没过几天 安徽戏园的老板也死在床上 七窍流血 原来是沐海棠 把蟒皮拿回去 用各种香料浸泡一个月 又做成精美的灯笼 那灯笼预热 发出的气味吸引了大批毒蛇 要了江府成和戏园老板的命 大愁得报 沐海棠看着熟睡的雪莲 打算悄无声息地离开 拉开门却被雪莲一把抱住 沐海棠说 雪莲 你让我走吧 我如今这样的脸 实在是不敢见人 雪莲拉过沐海棠 摸着他脸上的不满的刀疤 说 若不是你怕被仇人认出 也不会用刀疤脸刮花 我也厌倦了这俗世的爱恨情仇 你带我 咱们去深山可好 于是 两人一起回归山林 过上了闲云野和生活 精彩故事接着看 湘江边上有一座万花楼 里面的妓女都是色意双绝 其中以湘玉姑娘最为出名 她不但人长得轻薄轻成 弹得一首好琴 歌声更是婉转悠长 女音绕梁 但湘玉姑娘卖一不卖身 即使这样 许多达官贵人 也为了一堵方则而一致千金 城里有个书生叫康义童 是个举人 家到中落 只有一个老母亲常年缠绵病她 她已给青楼写一些因词宴曲为生 康义童写的词曲 俗中戴雅 虽然唱的是男欢女爱 但让人觉得很有情志 湘玉很喜欢康义童的才情 常常请她来讲解词意 每每经过康义童的点拨 湘玉唱得总是格外深情 湘玉知道康义童的境遇 就时常拿些金银接济她 要她安心读书 日子久了 俩人互生爱慕之情 私定终生 湘玉总是和康义童缠绵在一起 逐渐不愿接客 引起了老保王妈妈的不满 康义童进京赶考前 抱着湘玉说 湘玉我此次参加会试 一旦中榜就来接你和母亲 只是那王妈妈未必肯放你 湘玉说公子不必担心 这些年我已攒下许多金银珠宝 等你来接我时 我自有赎身的钱 只是就怕公子高中 被王公贵女看上 就忘了湘玉 康义童跟湘玉保证说 我康义童对天启示 若有赴湘玉不得善终 湘玉赶紧捂住康义童的嘴 摇摇头说 别说了 我信你 说完 两人又是一阵缠绵 康义童的科考之路十分顺遂 一路到了电视 敬重了状元 他欣喜万分 回客栈准备收拾行装 去接母亲和湘玉进京 康义童正在收拾行装 忽然 宰相刘大人身着便服来客栈找他 康义童受宠落惊 刘大人见康义童相貌俊秀 笑着点点头 问 不知康状元可有婚配 康义童回答 下官尚未婚配 刘大人笑着说 既如此 老夫的爱女孩带子归忠 徐佩康状元可好 康义童惊得说不出话 略作迟疑 就说 谢刘大人厚爱 下官必当对小姐疼爱有加 康义童从客栈出来 觉得脚踩棉花 有些飘飘然 他本想拒绝刘大人的 可若有了当朝宰相做乐仗 那是图必然平不清云 但湘宇又怎么办呢 康义童直到进家门 也没想出个对策 该怎么对湘宇解释 湘宇听说康义童回来了 赶紧叫丫鬟去请 康义童来到万花楼 见湘宇看他的眼神闪着泪光 有些张不开口 湘宇拉着他坐下 倒了两杯酒 说公子高中 不枉你苦读多年 咱们终于熬到头了 康义童有点心虚的敷衍 说是啊 是啊 湘宇高兴地问 那咱们哪天启程上京啊 康义童说 这个不着急 我去汉林院报道 还有些日子 两人推杯换盏 喝了几壶酒 湘宇醉倒了 康义童把湘宇抱到床上 他忽然想到湘宇 说床下的匣子里有金银珠宝 就赶紧找出来 打开一看 果然满满一匣子 他看着湘宇的脸 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用湘宇的钱做聘礼 取留大人的女儿 康义童慌张地把剩余的酒 倒在湘宇的身上和床上 地上也都洒满了酒 然后把窗户打开 抱着匣子从门口 正大光明地离开了 到了半夜 万花楼寂静无声 康义童又悄悄溜到香玉的窗外 把一个蜡烛扔进去就跑了 火顺着地上的酒 一直蔓延到床上 直到火光冲天 才有人喊着火了 第二天 万红楼已经烧成灰烬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逃了出来 没有香玉 知府把去过万红楼的人都叫来 可昨晚有人看见康义童从大门离开了 他也就喜去了嫌疑 这下好了 康义童松了一口气 他火速带着母亲赶往京城 又用香玉的钱买了宅子 迎娶了刘大人的女儿 过了几年 京城一个叫明玉阁的青楼 来了一位姑娘 叫香玉 她貌若天仙 更是弹得一首好琴 只是不会说话 想要表达什么都写在纸上 香玉陪客人的条件是指线琴棋书画 前没完只陪一个客人 出银一千两 康义童也听说了 这个叫香玉的姑娘 她心里一争 想着该不会失望花楼的香玉吧 可转念又一想 那香玉明明葬身火海了 也许只是同名而已 怀着忐忑的心 康义童想要一探究竟 也来到明玉阁 见到香玉姑娘 康义童眼都直了 从没见过如此天仙 香玉给康义童行了礼 抱起琴弹奏了一曲 又与康义童下了一夜的棋 康义童一直在观察香玉 发现她和万花楼的香玉 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才放下心来 康义童回到府里 回想起香玉的模样 心仰难耐 便又去找香玉了 这天晚上下完棋 康义童准备回去了 香玉给了康义童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奴家倾慕大人已久 愿托去见及 不要名分 与公子相守 康义童看了 非常高兴 她抱着香玉说 我也爱慕姑娘 既然你愿意 我明日就给你赎身 在人烟稀少的小巷 给你买个小院可好 香玉也高兴地点点头 第三天 康义童托人给香玉赎了身 又在城郊买了一处小院子 置办了家具 让香玉搬进去 天刚擦黑 康义童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小院 抱着香玉进了屋 香玉备好了韭菜 和康义童一起对应 康义童喝了几杯 觉得有点上头 就对香玉说 美人 不如早些歇息吧 香玉点点头 走到床边 开始背对着康义童脱衣服 康义童眼神迷离地说 美人真是有情趣啊 他看着香玉一件一件的衣服 扔在地上 头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就在香玉脱掉最后一件内衫 露出香肩美背时 康义童的神色变了 只见香玉的肩背全是伤疤 伤疤和长出的心肉 斑斑勃勃地纠缠在一起 十分猙獰 香玉转过头 他的脸不再是轻薄轻成的样子 而是一张血红的没有皮的脸 那脸上没有眉毛和鼻子 眼睛和嘴巴也形状怪异 非常恐怖 康义童大叫一声 问 你到底是谁 香玉用阴森又沙哑的声音回答 我是香玉啊 是你要娶的香玉啊 康义童大惊失色 准备夺门而逃 但他却怎么也使不上理 只能眼睁睁看着香玉越走越近 用那双突出的眼球看着他 香玉说 那天你放了那把火把我烧成重伤 我枪忍疼痛爬出窗外逃走了 后来在山里遇见一位江湖艺人 他看我可怜 就教会了我画脸术 我忍着尸骨之痛练了五年 来到京城找你报仇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说着掏出一把短刀 一刀刀搁在康义童身上 展开一道道血口 康义童疼得大声惨叫 香玉说 叫吧 反正也没人听见 你为了不让你岳父知道你京屋藏郊 找到这处荒凉的院落 今天竟成了你的地狱 是不是十分可笑 说着 猙獰的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上 天还未亮 康义童就被香玉赤身裸体的扔在街上 香玉把他的恶行都一笔一画刻在身上和脸上 人们看到康义童身上的血字 都指责康义童忘恩负义 康义童被外人指责 又遭皇帝贬斥下狱 真是生不如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